耶利米书第十六章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 在这地方你不可娶妻 不可生儿育女 因为论到这地方出生的儿女 和在这地生养他们的父母 耶和华这样说 他们都必死于致命的义症 没有人为他们哀哭 他们的尸体也没有人埋葬 必在地面上成为粪肥 他们必被刀剑和饥荒所灭 他们的尸体成了空中飞鸟和地上走兽的食物 耶和华这样说 你不可进入丧家 也不可去为他们哀哭悲伤 因为我已经从这人民身上 收回我的平安、慈爱和怜悯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尊大的和卑微的都必死在这地 没有人埋葬他们 没有人为他们哀哭 也没有人为他们割伤自己 剃光头发 没有人为哀悼的人剥饼 为死者安慰他们 丧父或丧母的人 都没有人给他们喝一杯安慰酒 你也不可进入欢宴之家 跟他们同坐 一起吃喝 因为万君之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这样说 看哪 我必在你们眼前 在你们还活着的日子 使欢笑和快乐的声音 新郎和新娘的声音 都从这地方止息了 你向着人民传讲这一切时 如果他们问你 耶和华为什么宣告这一切严重的灾祸 对付我们呢 我们有什么罪孽 我们犯了什么罪 得罪了耶和华我们的神呢 你就要回答他们 因为你们的列祖离弃了我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他们随从别的神 侍奉敬拜他们 他们离弃了我 不遵守我的律法 至于你们 你们做坏事 比你们的列祖更厉害 看哪 你们个人都随从 自己顽梗的恶心行事 不听从我 因此 我要把你们从这地赶出去 去到你们和你们列祖 所不认识的地 你们在那里 比昼夜侍奉别的神 因为我不再向你们施恩 看哪 日子快到 人必不再指着 那领以色列人 从埃及地上来的 永活的耶和华起事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他们却要指着 那领以色列人 从北方之地 从他们被赶逐到的 各国上来的 永活的耶和华起事 因我要令他们 回到自己的土地 就是我从前 赐给他们列祖的 看哪 我要差人 去叫许多渔夫来 捕捉以色列人 然后 我要差人 去叫许多列人来 从各大山 小山和岩石的 列缝里 列取他们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因为我的眼 查看他们所行的一切 在我面前 这一切都无法隐藏 他们的罪孽 不能从我眼前遮掩起来 首先 我要加倍 报应他们的罪孽和罪恶 因为他们用自己那些 毫无生气 可憎的偶像 玷污了我的土地 他们那些可厌之物 充满了我的产业 耶和华 我的力量 我的堡垒 我遭难时的避难所 万国要从地级前来朝见你说 我们列祖所承受的只是虚假的偶像 是虚空 亦无用处的 人岂能为自己制造神呢 其实这些偶像并不是神 因此 看啊 我要使他们知道 这一次 我必叫他们认识 我的手和我的能力 他们就知道 我的名是耶和华